在严等佛所的时候 释迦环尼佛那时候是菩萨 就是第二阿生期节圆满的时候 第三阿生期节开始的时候 所以遇见了严等佛 遇见严等佛这件事 还有一个故事的 就是那个时候释迦环尼佛叫 汝通菩萨 名为汝通 汝通菩萨在一个地方 跟一个现音读书 跟他读书 那个现音是谁呢? 是弥雷菩萨 释迦环尼佛在菩萨的时候 做过弥雷菩萨的学生 也就是这件事 在那里读书毕业了 就离开了 拜别了老师 就到别的地方去了 别的地方去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想要去找几个钱来 来答谢老师的教导的恩德 是这样的意思 到一个地方 遇见了一件事 就是一个大副长者 他的女儿要出嫁 大副长者的女儿出嫁 那个出嫁的方式很特别 和现在的人不同 怎么办法呢? 就是召开一个大会 互相辩论 随便论到最后 在辩论的时候 她是第一名 给她五百两斤 然后把这个女儿给她做妇人 做太太 这样的做法 这个时候 这个大会里面 当然 一个大副长者的女儿 很多人的欢喜 很多人来集会 集会很多年轻人 大家在辩论 辩论到最后 在辩论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年纪稍大的人 相貌非常丑陋 但是这个人有学问 眼看她就是要第一名了 这个丑陋的年纪大的人 但是这个辩论菩萨来了 那么辩论菩萨来 辩论菩萨是相貌非常的庄严 年轻人 而且也有学问 他就来和最后 和这个年纪大的 丑陋的人辩论 一下子就把这个 这个丑陋的人辩论了 辩论菩萨的最后胜利 当然了 这就是给她五百两斤 那么这个女儿 也就嫁给她了 嫁给她了 本来这件事 说到这里也就可以了 但是还有个事情应该说 说这个 我们在经论上看 提普达多尊者 世事地 与释迦菩萨为敌 老是同她作对 原因就在这个时候 因为那个年纪大的 枪巴丑陋的人 就是提普达多的前身 提普达多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辩论 撕掉了一个五百两斤 还撕掉了一个美女 所以心里面恨这个 汝通菩萨 就是发愿了 世事同怕为敌 原来就是在这个地方解了怨的关系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汝通菩萨是拿着五百两斤的 就离开了这个地方 离开了地方 这个正想要回到山上去 来供养这个老师 就是这个时候 但是再走到城里边 城里边的大手机道 在庄严着这个地区 什么事情呢 因为一问有人说 是阎能佛啊 是被果王请来了 请到这来说法 所以果王下令啊 把这个城市庄严 庄严清洁清洁 这个汝通菩萨想要 福是难遭难遇 是大智慧的 我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我要供佛 他就用这五百两斤呢 到一个卖花的女人那里去 就是买这个 就是很多人买花啊 那么这个花已经就剩了五支花 这个卖花的女人呢 就提高了价钱 所以我买三支花 要五百两斤 就说好 就五百两斤就给她 所以说您用 肯定用这么多钱 买这个这么三支 这个莲花干什么 我说我供佛 今天佛有来 来到这来 他说供佛好 我还有两支啊 送给你 你不要钱 去供佛 但是有个条件 另外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呢 四四的要同你做夫妻 这个卖花的女人 就是这一次 释迦牟尼佛在家的时候的 弟太太 就是耶稣陀罗 那么他这个时候就拿着五支莲花 就在那里等着颜能佛来 颜能佛来了 他把这五支花 散在颜能佛的头上 散去 但是他看颜能佛要走过这道路上 有地方有污泥 有水 有污泥 他就浮在那里 把头发散开 颜能佛从 从他的身上过去 就是恭敬佛到这个程度 但是佛从这走过去以后 当然佛的大智慧境界 知道他是已经得了无声法言的菩萨 就为他授记 在过一大智慧界之后 成佛号名为释迦牟尼佛 是这样的